提到钻石一般上都会让人联想为富裕阶层的收藏品和饰品 全球最大钻石供应商代比尔斯集团垄断国际钻石市场 虽然价格高昂 但是钻石的定价标准复杂 加上容易受潮流和个人主观因素影响 所以收藏和保质价值往往不如黄金来的实惠 除非是身世显赫的世界名钻 否则一般大众市场的钻石饰品转手价格并不高 因此普罗大众买钻石主要都是爱美而不是为了保值 去年刚成立的新加坡钻石投资交易所近期就颠覆传统 带领投资者进入全新的钻石投资领域 交易所设立一项估价标准 推出全新的钻石条块 与黄金一样条块与信用卡一样大小 面值从10万美元起跳直到20万美元 每一块都富有供人们估价的晶片 让投资者往后也可以安心的买卖钻石 不必担心买有价卖无价的情况 The point is that there's never been any instrument for people to invest into diamonds until recently so when you buy diamonds at the retail level you buy diamonds with a highly market price so you don't really know what's the right price to pay for diamonds so until about a year ago there was no product that was meant for investors who would invest into diamonds 新加坡钻石投资交易所声称 自己是全球第一间和唯一为钻石投资者 提供电子交易平台的公司 创办人范登博认为 以往钻石投资最大的障碍 就是钻石的流动性与交易透明度 如今条块面市后 轻松解决两大障碍 钻石要取代黄金 成为投资新种 指日可待 请不吝点赞 钻石投资者